皇上 斯有不悦之事 你可知道 蒙古科尔进步 要替其子 四物腾巴勒朱尔 求许嫡出公主 那孩子你知道 一直在京中 是皇子们的伴读 后来两年前 又分为辅国公 也算是之根之底的 也算是之根之底的 卫书嫁的嫡出公主 除了皇额娘的幼女 恒铁掌公主 便只有皇上 和臣妾的景色了 难不成 克尔沁部 是要求去景色 这克尔沁部啊 只说要求去嫡出公主 也未说明是哪位公主 所以才要斟酌 这若是嫁在京中 还好些 这按照啊 克尔沁部历来的传统 亲王之子成亲 是要居住在克尔沁部的 那这就是远嫁了 别负离母 这也太苦了 请梅萍娘娘安 听闻皇后的病情 好了许多 臣妾特来向皇后请安 皇上正在里头呢 请娘娘略等等 也好 那 我就先院里溜达溜达 恒蹄妹妹 正值方林 醉意出嫁 皇上 虽说克尔沁部 是蒙古大部 醉是富庶尊贵 可咱们的景色还小 怎么可以 嫁去那么远呢 朕与你想的一样 但朝中大臣 极力反对 朕将恒蹄公主远嫁 朕将恒蹄公主远嫁 理由是 恒蹄公主已经嫁到准个儿 若是恒蹄公主再远嫁 只怕皇额娘 会老怀伤心哪 臣妾才准为了有错 立刻要锦塞远嫁 这不是要了臣妾的命去 皇后莫及 徐皇后坐下 是 娘娘 皇后啊 你别这么说 朕明白你的心思 朕也不舍将景色远嫁呀 臣妾一听说 朝廷议论求娶嫁公主的事 想着皇上又没来您这儿 定是去了皇后那儿商议 臣妾借口请安 果然听见皇后 一心护着自己的女儿 想把您的恒蹄长公主 远嫁到蒙古去 皇后在意自己的女儿 却浑然不在意哀家的女儿吗 人心都是肉掌的 谁的女儿 谁疼 你是个有孝心的 哀家知道 之前 哀家让你做什么你才做什么 这次 你倒是上赶着自己做事 臣妾也有过自己的孩子 怎会不知太后心疼女儿的心情 臣妾 一心想为太后您分忧 很懂事 臣妾就奇怪了 皇后本来病得起不来身 怎么说好就好了呢 皇后这哪儿是好啊 怕是用药掉着命吧 那 何敬公主真要远嫁 皇后 她哪受得住这般伤心错磨呀 皇后是无助 哀家就受得住啊 哀家已经远嫁了一个女儿了 罢了 出去吧 臣妾告退 梅嫁虽说身子不大好 但论有用 可比庆长载和淑嫔强多了 淑嫔一心都在皇帝上 不大会为哀家的事开口 可是 横提远嫁是件大事 不管皇帝怎么想 你一定要跟乐钦他们说 大臣们 一定要反对 反对到底 是 何敬公主性子颇傲 远嫁蒙古魔力性情 挺好 她不是老是自诩为嫡出公主吗 那就该让她尽进嫡公主的职责 娘娘 皇后娘娘 不是 若是 När 若是 长久以来 你就不肯为哀家的事 向皇帝进言 哀家体谅你是一片真心 也不多做要求 这一次不一样 这次是为了横提 你知道哀家 是不能再跟自己的骨肉分离了 臣妾明白您的交集难过 是臣妾无用 请太后息怒 早知道你如此擒持心软 哀家就不该成全你 迟早要吃大亏 臣妾给皇上请安 你怎么来了 臣妾来给皇后娘娘请安的 皇后没心情 你不必请安了 陪朕走走吧 是 皇上看上去累了 臣被大臣们 锅造了两个时辰 又被皇后请来听她酷诉请求 这许家一个公主啊 竟让前朝和后宫 闹得如此厉害 太后和皇后生为人母 自然会舍不得孩子远离 皇后 一个是女儿 一个是妹妹 朕都舍不得 若非要一个嫁到蒙古去 朕很为难 若是横提不嫁 非要景色去 那皇后必定伤心欲绝 这身子 怎么好得了啊 皇后娘娘有其太医 若非堪顾着 皇上也不必太担心 许驾之事 过些时日 太后和皇后 都会想明白的 皇上到时候 就会有个决断了 夜里还召皇后你过来 是有件东西要给你 儿臣身自欠安 未能成婚定性 已是礼数不周 哪还敢受皇娘的东西 你是哀家亲自挑选的儿媳 何必这么客气啊 这是哀家 封贵妃的时候 先帝赏赐的珍珠领约 瞧瞧 这几颗珍珠 苛苛圆润 哀家知道你节俭惯了 但景色到了年纪 哀家这件东西 就当作给她添嫁妆吧 来 福家 来 皇后娘娘 巧了 儿臣与皇阿娘心意相通 苏烈 儿臣不惯奢华 唯有手头这对采金烟氧 是与皇上大婚的时候 先帝所赐 最为珍贵 如今 恒蹄长公主 要许驾克尔沁部 儿臣特意奉上 为了恒蹄妹妹的庄联增色 茶水凉了 福家 换杯热的 是 景色是你和皇帝所生 比起那些庄妹 这位嫡公主 不知道要高贵多少 景色自己 不也总以 嫡出自诩 且早早就被封了 顾伦和静公主 瞧不起那些庄处的弟妹 自然是她嫁 她与克尔沁部最合适 景色年幼 说话不知轻重 哪里可以许了人家呢 儿臣把她留在身边 好好教导纪年 等初落得有模样了 再嫁也不迟 你等得了 蒙古等不了 自古 慈母多娇儿 景色出嫁 成了人席 自然就懂得规矩了 比你这个亲额娘教导 要有用多了 再说了 这次求娶公主的 克尔沁部 是蒙古诸部之首 地位尊重 这部县城 有横提妹妹吗 唯有景色出嫁 才肯匹配 论长幼 横提年长 又是景色的姑姑 自然是长辈先驾 在考虑晚辈的婚事 殿城 是 阿姨 让我认识 也能够 我认识 对 卿尔沁部 除了 福家姑姑派人来请您过去转还些 杠上了 朕去瞧瞧 朕要是去的话 皇后跟皇后娘 一定会要求朕给个说法 朕不能去 皇上 可是太后和皇后娘娘僵持着 也是不妥啊 皇后浮躁 事情还没有定论 朕逼着皇后娘都来不及呢 皇后却自己送上去 李渔 去请皇后回来 皇上 两位主子在呢 哪有奴才说话的地儿啊 无用的东西 是 皇上 要不这么着 皇后娘娘病着呢 请齐太医去给皇后娘娘送药 也好给彼此一个台阶下 甚好 就这么办 这会让皇娘认为 皇后病着 糊涂着 万一说错了什么 皇娘也不会和她计较 是 皇上 张廷玉大人求见 他这么晚来见朕做什么 如意 你去屏风后面残壁 是 让他进来 喳 哀家 已经远嫁了一个女儿 还要再远嫁一个 皇后 你是哀家的儿媳 你忍心看着你婆母伤心 儿臣不敢 皇额娘 用从心上 景色是儿臣唯一的孩子了 他要守着儿臣身边尽孝 也要为了永从尽爱 你是嫡母 皇帝所有的子女 都是你的子女 可是横提 是哀家西夏唯一的女儿了 没了她 谁为哀家尽孝 皇上知孝 便是横提妹妹 嫁去克尔沁部 皇额娘也始终有皇上 这个儿子 而且 儿臣身为皇嫂 也为了横提妹妹着急 诗经有云 标有梅 七十七夕 求我术实 待妻即夕 横提妹妹 已经到了标梅之期 不该再耽误婚期了 你这皇嫂 真是不义啊 当年 那么多波折 差点 就是贤贵妃 成了嫡妇禁 成了皇后 若真如此 今日 自称一句皇嫂的 该是贤贵妃 若是贤贵妃 成了横提的皇嫂 不知道 会不会 多体谅哀家呀 贤贵妃无子无女 那蒙古求娶 能嫁的 便只有横提妹妹 皇上 也不必被臣子们历剑了 好 好 不愧是哀家 自己挑选的儿媳 怪不得连皇帝 都夸你 十足像极了一个 皇后的气度 儿臣多谢 皇额娘的夸奖 非臣见过太后皇后娘娘 必须得按时吃药 否则的话 风提难以承受 是啊 太后 皇后娘娘该喝药了 她 她全靠汤药调着精神啊 皇后 你担惊疾虑 要好好保养自己的身子 才能护着你的女儿长晚 皇额娘 儿臣一定会撑着身子 与皇上白头偕老 看着女儿出嫁 好 哀家盼着你和皇帝 白头偕老 娘娘 娘娘 你要撑住啊 本宫当然要撑着 本宫一定要等到皇上 下旨让皇帝出嫁为止 并刚刚顶装太后的样子 奴婢她们实在害怕 又来景色 本宫就算是豁出一切 还要把她留在身边 臣想来想去 横提长公主驾到克尔沁部 还是实在不妥 横提是嫡公主 有何不妥啊 皇上细想啊 端书掌公主 嫁到了骁勇山战的准戈尔部 那么横提掌公主 若再嫁到尊贵附属的克尔沁部 那么蒙古宗亲中的两大部落 那不就都成了太后的女婿了 那么太后在前朝后宫的力量 那不就更增添注意吗 那你的意思是 那你的意思是 或许 何禁公主 可以嫁到克尔沁部 皇上 反过来想想 那你 朝臣们的反对 未必都是替太后说话 也是为皇上的江山着想 吓得起来 尊贵的 不愿意 就算是 不愿意 能不愿意 不愿意 那你 可不愿意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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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有什么愿意 你 不愿意 无愿意 极力主张驾景色 不驾横蹄 张婷玉 算是和黄额娘 较疏远的重臣 她为朕思虑 也说要驾景色 也不知 她是否真心实意 应该是 张大人的话 臣妾昨日也听见了 如若横蹄 真的驾往克尔沁部 尊长的的确是太后的权势 这为父为子 为父为兄 又为九五之尊 许多的决断 确实让朕为难 皇上对太后 是内疚和忌惮 对和靖公主 有着妇女的血浓之情 但是皇上更是天下的君王 皇上有着多重的身份 必有多重思虑 那就要看什么 在皇上心里 是最重要的了 朕是皇帝 是大清的君主 朕的心里面 不能只有亲人 而无朝局